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又是樓市信箱的时间 今天有三位观众 而第一位观众,其实是昨天的位观众 因为昨天的位观众,有一个YouTuber 推介 有个七厘回报,我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后来有观众,就给我一条链接 我终于知道 原来YouTuber 推介英国保证租金 HMO 的玩法 稍后会和大家说一下 第二位观众,就问曼城的富人区 他给了三区,想我提供一下意见 究竟是哪一区好的 第三位观众,就问 究竟有钱是买楼好,还是做生意好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 请帮忙订阅,请赞到分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小的广告 多谢大家支持 先来看第一位观众的问题 第一位观众,其实问题就是 昨天问过,因为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YouTuber 有76万 现在终于知道他说什么 这位观众就问 有YouTuber 推介 以76万港元代购和租管的物业 可以有7%租金回报率 但用当时楼价计,是否值得投资呢? 最后各位观众,就给了一条连续 有条连续,我踢进去就是这样 YouTuber 是胡思频道 他的推介是在英国收租 即是要买一层楼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一年前提到的一种 我们叫做劏房 租给Social House 即是租给一些公司的 我们这些就叫做 Guaranty Rent HMO 这条影片是我一年前做的 大家都看到的 微数只有880,真的可似 现在大家看我的楼市速递 一个小时都有三四千人看 现在看了一年才880 为什么我不喜欢做 英国楼市影片 大家也知道 微数不行 这条影片我做得挺好的 尤其是动画 不是动画的那些影片 和那些照片做得挺好的 那比我自己做这一条 我这条影片说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踢进去看 或者我可以在这里 我简单讲一些 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英国政府 因为他建的房屋 即是公屋屋邨 或者这些叫做Social House 是不够的 所以他向一些私人的业主 租一些房屋 给一些难民 家暴 或者是一些需要的人士 那他们 英国政府 就不是直接和你租 他是找一间公司 代政府出头 你当一个 可以不是慈善团体 这间公司 就会周围 找这些业主 去租 其实 钱 这间公司是给你的 大家不用怕有租 你需要先装修好给他 你确定 合乎他租给难民 他会和你租 租5年 或者租10年 其实这10年 你都不用管他 所有维修 还原 他都要还原 即是你 簽了那时 你如何交给他 他完成租日 他要做回这样的 standard 交给你的 之后 他要还原 也不用怕 有租霸 遗修 在租日期 全部都是这间公司做完的 每个月收到钱 就不用怕租霸 因为钱是借负的 如果大家想做这些 一定要先看这条片 不要自己去装修 因为你买一家屋 自己装修 你装修完 就不知道对不对 虽然有些公司 特意和你装修到 適合这些公司的要求 但是 就算装修好 你又以为是赤 我看到有个朋友 就自己搞 搞了年多 你才说是合格 就是装修 才可以租赚出去 我都买了一间 来到英国之后 我很早买过一间 下出布之后 第二间已经是买去的 我当时买了10厘回报 当时是在万城楼上的镇仔 一定是在 怎样说 一定是在一些 比较偏偏的地区 因为为何呢 楼价便宜 楼价便宜 因为别人做好 现在很多公司 是特意做好 再进入这间公司的租赚 再转售给你 当时我买回来 我不是自己装修的 我是买人家的公司 转售给我的 人家一定是先赚了你的楼价 但是我也有10厘 那三年前 我买回来10厘 到我去年 影片介绍 虧得8厘 到我刚才的YouTuber 叫做胡思频道 到我说胡思频道 今年介绍只有7厘 为什么呢 因为楼价升了 租金其实没有变化 租金也是差不多 因为未来5年10年里 租金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只有7厘 可能明年到6厘 越来越少 6厘就不应该做了 其实7厘也不应该做 我10厘就可以博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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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所以楼价很便宜 但楼价就不是怎样升 坦白说 我们有个YouTuber 经常介绍楼 楼价格升 浪费 楼价格不升 因为旁边有一个罪案之城 Stock on Chain 因为Stock on Chain 就是人们经常去楼价格犯案 所以楼价格不升 就是这个原因 讲到楼价格 其实大家都见过以前的影片 除了带大家看楼价外 我会介绍一些城市 我曾经有一集讲过楼价格 不知道为什么楼价格 一说他的治安不好 叫大家不要去住 进来给那班香港人 当时应该有100个家庭 住在楼价格 我想现在又会多了些 就是那100家庭进来围攻我 又说我胡说 又说我不懂 总之全部围攻 你看我的影片 平时只有几个看 那条片三千 一天三千 对吧 每天被罵 就是围攻我 最后我怎样 算了 把影片落架 这样才平息了 我今天拿出来说 其实我也不怕这班楼价格的业主 来围攻我 坦白说 第一 我的观众 六成现在是香港 英国的 英国只有十几个百分比 而且英国不是个人都住在楼价格 我想只有百多个香港家庭 就不是这么多 我想有些家庭进去 我知道是搬出来 就知道什么事 治安真的差 大家就不要住楼价格 早前去英国 所以当时很多人看楼价格 最初是先住在利物浦 后来被人搏碎了车 然后就说 利物浦的治安差 其实看你住哪个区 利物浦不是区区差 然后就跑去楼价格 为什么跑去楼价格 便是便宜的 因为是便宜的 因为是便宜的 因为治安不好 你又这么远 在利曼城很远的楼价格 那你治安不好 又来利曼城远 那当然便宜了 对不对 如果你让我选择楼价格 我都选择楼价格 方便 物价格 你又方便 你又多餐厅又多购买 还有我入曼城 我又发觉你的楼价格 入曼城 究竟是哪个YouTuber 其实都不怕说 就是 又是两夫妻 这两夫妻就是一个肥男 就是两夫妻大一个女 大家都知道我会说谁 我也不怕开名 因为现在始终我的频道大了 而且我大部份都是香港观众 总结各位观众的问题 其实这一刻你不应该买的 因为回报越低 而且地点就比较偏远 它不是不升 而升得慢 你不是曼城那些 或者Wallentown 升得那么快 而且你转手 我觉得是比较难一点 你在Wallentown和曼城 你每天晚上出去就多买家 在那些地点就不多买家 其实我也买错了 虽然说有10厘回报 但有都是先收到租 反正收到10年就等于零 就是阿Q精神 就是毁了10年之后 到时应该不用输 楼价格也应该升了 全英国也升了 你升得慢一点 不过我做的影片 真的应该看的 我亦都说得很好 当时这一段影片 但是这一刻 我那一段影片也叫你买的 当时也叫你买的 即是去年 今年来说 其实叫你不要买 现在这一刻 因为国会报价太低了 大家就不要买了 好了 第二位观众 第二位观众就问了 我都准备在9月 来英国的曼城主 那边的租 升得很厉害 一定升十几百分 现在连Botain的半度 都租到1200磅 现在租盘就这么贵了 拿着400万现金 去英国定居 应该买自住好 还是先租了呢 预计是四个人住的 看根据阿姆斯顿 阿姆斯顿 阿姆斯顿 和阿姆斯顿 这三个地区 的租安比较好的区 我想问阿姆斯顿 如何投资 其实你是买来投资 还是买来自住 应该是买来自住 你第一个问阿姆斯顿 其实我没有去过 那我就不可以给你意见 阿姆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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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姆斯顿 都可以给你意见 其实两个区都可以的 两个区都是富人区 治安都比较好些 但是持住400万 我怕在阿姆斯顿 卖不到三房 即是两房是可以的 卖两房 你四个人住 但是三房卖不到 但是四个人住 应该是两夫妻 加两个儿子 其实要三房 英国的房屋 多少人住 有多少间房 其实是规定的 譬如你是两夫妻 加一儿子一儿 一定要三房 不可以是两房的 所以你应该是要买三房 那你今天的預算 400万 未必足够 而且你选择 Altrium 和Sell 是否因为效网 其实治安有很多地方都好的 是否因为效网 但如果你是商量 效网好的 但问题就是 你未必进得到 因为太多人 尤其是香港人 Sell 更多香港人 我并不是建议你去这些区 第一季 跪得来 学位又是紧的 反而你试一下 我就不知你已经长了多少岁 如果是幼稚园去到小学的 可以去回Wallenton Wallenton的学校都多 而且楼价便宜 你400万 一定能够买到三房 但我也不知道 那两个大人 会不会工作 如果要工作 其实Wallenton 和曼城都可以 你们下脚 如果你们是腿油 好像这样 不用工作 那可以去第二区 就未必要去Wallenton 和曼城 因为实在太多人了 哈哈 通计不是香港人 看你会不会 做回香港人 如果你真的 那些子女要读中学 读中学 就不要选择 Wallenton 和曼城 上来是列斯 列斯 列斯 就顺便升大学 顺便 比较好些 如果那些子女是中学 上来列斯 就比较好些 读中学 然后顺便升大学 列斯就没有那么多香港人 但其实都很多 不是很多 全英国 每个地方都是香港人 哈哈哈哈 只是多点少 你同一条街 究竟有五十个 还是有五个 有分别 而且我觉得 你最主要就是租住 你自己都说 买还是租 因为你自己 不知道自己 适合哪个城市 我介绍过 Wallenton 列斯 和曼城 我想你们去看看 你未必要是区区住下 但你可以去看看 那些环境 你来到英国 你自己感受 每个人对每个城市的要求是不同的 你看看你自己 先适合哪个城市 我想你过来租住一年 两年 然后慢慢决定 楼价可能会升 但我相信都不会升得太多 英国的租金 是比楼价升得快的 其实你过来租住 其实你一租就租两年了 就是你的租金就定了 在这个价钱 那么你两年后 你都买楼了 你打算都没所谓 租金性没所谓 你就买楼了 即是两年后 我就不觉得英国楼市 会升得上升 我说升得很多 我想都是升几个百分比 就不会升得很夸张 好了,第三位观众 应该是香港观众 再问回香港的问题 拉人哥 听开你说 都知道未来的经济 就不明朗了 看开其他KOL 都是这样说的 请问过完这个低谷之后 如你所说的 2025到2026年 才可以投资 到时应该投资些什么 或者做什么生涯 如果这一刻 人到中年 已经是最后一次去博 到时应该是 做些什么 才可以一击即中 我们先看到下面的观众留言 你需要一个水晶球 有少少钱 就放银行收下息 人到中年 就要注意身体做运动 千万美肥 香港护照 现在仍然自由去外地 走一下 平日多行善去职音 多跟好有联络 趁他们未移民 从精神身体上 装备好自己 有些人就会读书 不论这个学士 或者石士 有些人就会学这个 学书 拿牌 真 香港人 就忙碌了这么多年了 未来 两年忍合手 这位 污迪 比较意见 都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 你已经人到中年了 不要搞这么多了 都辛苦了这么多 做生意 做生意 不是一定是赚钱的 拉人哥 是吧 40盘生意 有30盘 有30多盘 都是输钱的 有几盘 当然是赚钱的 是吧 你可以看到 输钱的比率是多大 而且拉人哥是很有机会做生意的 不过就不想落手落脚才会输 哈哈 所以这个就是 不要搞那么多 买楼 我想也不要卖了 即是 楼来说 其实未来 不是一个 赚到大钱的工具 以前就是 你买一层楼在这儿 等几年就赚大钱了 现在买一层楼在这儿等几年 就输大钱了 我想楼你不要买了 你先租住 还有有钱就好像 乌迪所说 即是银行收息算数 即是人到中年 可能赚钱能力 不要年轻的时候 那么好 一定要留多点现金 因为身体开始出问题 所以就 留多点现金在身上 如果你真的很想 很想做生意 那你一定要 走到那边 听一下我三十多集 即是 怎样失败的发生 即是 每一集失败的原因 都不同 那你参考一下 我失败的原因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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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今次有两位观众 讲了很多英国东西 平时我都很少说 在留言上说一下 不说原因,大家都知道 VIL 数低 我这么有信心 做了一条Garanteed HMO 都很白白的人看 真是浪费 我刚刚说过 刚刚做的一条 一小时未够,已经4000多人 真是看你无意思 这一条影片,我也提出了 COOL 的问题 那会不会有些COOL 的 香港人进来有军阻 我相信没有 因为我实在太多这些打客粉丝 打客粉丝会保护我 以前说过一次真的惨 三千多个视频 200个留言 都是在罵我 好了,今天的时间到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